天国游合 欧白屏幕师以使徒行转为蓝本 教你以天国子民身份 漫游世界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原来真的不容易 人是需要朋友 需要群体 去互相建立 去互相扶持 但是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很独特的个体 所以当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和一个并非自己的复制人 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人 去相处的时候 一方面 从积极的角度 可以互相补充 互相协调 但是也都可以是互撑 互相刺激对方 互相令到对方不安 我们在事徒行转第十五章 看到一对合作良好的天国游合 竟然是以分手收场的 真是令我们对于人性这种限制 好大好大的怀疹 巴勒巴这个人物 和保罗这个人物 在事徒行转的记载之中 在他们早期的认识的时段 简直是一个妈公仔 他们合作无间 他们是掀起教会历史上 第一次的有计划的有目标的 这样的叫宣教运动 宣教旅程 甚至他们共体时间 攜手在克服一个艰难 就是有关外族人 信耶稣那个关键信念的争吵 他们都能够跨越 这个这么大的考验了 但是 跟着 他们竟然为了一件 我们今天视为的小事 而争吵起上来 由争吵变争变 由争变占争论 结果要分手收场 为了什么呢 原来并非真理上一些 很核心的东西 巴勒巴 很希望 他们继续去宣教旅程的时候 带上上一次 半途而废的一个年轻人 这个叫马可 和我一起去 他的性格就是 比较宽容的 觉得要再次给他机会 培育这个年轻人 对于保罗来说 哇这个人 虎头蛇尾 呃 雷街坊的 带上他去呢 简直是会令到这个行程失色的 万一这个第二次又去宣教 他又半路中途而废的 怎么算呢 就坚持 不能够跟他去 哇这两个好拍档 为了带边第三个拍档去 争吵起上来 各不相扬 是否真是很可惜呢 甚至令我们好诧异啊 这两个这么伟大的仕途 竟然是为一件 不是信仰上最核心最核心的事 都是有这么大的挣扎 他们最后选择的是怎么样呢 最后选择的就是 各走各路 巴拉巴结果 正如他的心愿 带上这个年轻人 出去宣教 走另一条路 保罗又挑选 另一个拍档 又出去宣教 走另一条路 我们都不禁好远色 见到这个情况 不过 不幸中 至大幸的 就是他们分别都 出去宣教 在后来圣经的记载之中 他们无怨无恨 彼此纪念 仍然是声声相识 互相尊重 或者面对我们的这么有限制的人声 我们说分手亦尋常 但重要的 游合这个心智 永远都不要上身 要去建立天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是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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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轻人 对我